你們記得說我剛才說是不在原生的 每個都不是在外面的工作 而且這家媽媽是在外面的工作 大人的小孩今天不是來香港 為了他們的學校所以大人是在 今天我很恭喜 因為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就是學校安排了外展的一個醫療隊 透過衛生署、教育署來教育局 來到我們學校 初初在那年之後 可能有一百多個小孩子 但最近現在是多到 增加到二百個 這百個也有些是親子來的 可能不打底打第三針 小朋友就是打第一針 而有些家長也感激學校有這個安排 第一是很方便他們 第二是因為在學校裏面 他們有個親戚感 緊張的方面是減低了 也來學校是一個環境 我覺得多些人一起打針 大家平心抗議 我們都是要做好我們一切可以做的事 令到香港可以走出這個第五波 疫情 我們小朋友可以回復正常的學生 即是可以回到學 這個都是我們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做的 打針是家長的決定 但我覺得我們也有些講座 透過專家知道有科學的數據 知道疫苗的重要 一定要減低而同的死亡 和他的重症 在這裏來講 希望大家知識所有的資料之後 做一個明治的決定 打不打針?打什麼針? 所有方面我覺得我們要用科學的數據 去知道每個疫苗的一些情況 好處那方面 希望家長知道之後 你可以做一個明治的科學的決定 來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